再來看到兩隊的先巴五人 台灣銀行這邊 Michelle 對上李維哲 陳順祥 張國盛以及 Matt Jones 而玉龍大師姐這邊 Marcus King 周柏城 胡凱翔 呂正如 以及林怡輝 因為前面幾場打得相當不錯 而這一場比賽繼續擔任一個先巴的位置 因為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他們常常在第一節的時候有布拉 常常的得分都很低迷 他們想要做一些改變 不過今天 潘瑩在第一節依舊是打出一個不錯的感覺 利用傳導的方式 李維哲的一個進攻方式 嗯 底線球的戰術 翻身的跳投 葉俊 反的就是在下半場的部分 他們有可能是上半場衝得太兇了 到下半場 因為在第四節的時候呢 體能就下降了 沒力了 又是張博社 7比0的攻勢 哇這個地板傳球漂亮給到呂正如 NICE 情況下台英這一波七餅的攻勢 結果這兩波進攻都是以失誤收場 一個簡單的掩護之後送到另外一角 這是破區域最好的方式 也是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這次利用背框的方式 但又呂正如來了 這幾場比賽 他的手感真的調整得相當不錯 每一種 減滿了速度 找到了機會 有點擔心他每一場球打到第四節 總是有犯規的麻煩 這邊再潛入到禁區 這就是單陽仗的 每一種方式都要試著用 再找出最好的留在決賽的時候來使用 好給到了這個兩人配合的快攻 減號上籃得分 張柏晨底線的wide open 沒有 Marcus King 沒人打球 結果給了減號這個超大的空打 張柏晨 再一次的出手沒有 Marcus King 連續的動作又是找到了減號 4-3 連2拉2 每一種打法都有好處 每一種戰術都有缺點 這邊明球好不容易 是 Open shot May Jones 這個一個人沒有人守 好 其實 過去一三一的陣容跟擋拆來迫 現在變成三分護轟大戰 好 三號戰術 兩個切 一個後擋不拉 把他送進來 結果換來換去 變成陳玉瑞來 球的時候這種殘酷性的進攻 實在是沒有辦法的 二三的區域聯防 好 謝忠孟的切入 起碼 高速 我第一節戴陽降 你第二節戴陽降 所以呢 我用錯 錯開的方式跟你作戰 就看誰GG啦 對 好 現在 也就是說 不需要跟著人家一樣 人家開局要雙彎降 你也要雙彎降 這個碰球驗證 或者是說 他以後會比較大膽的使用 這都算勉強的出手 不過最後陳佑許 這球彈近 這邊外圍就會出現空檔 盧冠良選擇切入 但是因為籃下有布拉 進攻籃板球 N1 殘酷 非常殘酷 再一次 又再一次 這該怎麼辦呢 以現在的陣容 台灣銀行要 40分 連續中求 那那種情況也可以 要不然你又要防你 又要防外 裡面壓力又那麼 裁判也是人 他也會犯錯 OK 這個大家一定要很清楚的 對 只要是人就會犯錯 誰人不犯錯 裁判也是人 法官也是人 他也會犯錯 又來一次 又是布拉再撵 這現在是把更小的魚丸 放到鍋子裡面 對不對 有事有機會 對啊 剛剛被打火鍋的感覺怎麼樣 這邊王泰傑 布拉沒有辦法出來 一定要包加 一定要包加 要來幫忙 陳佑許 現在離開的進去 有點一段距離 再給出來 撿好一個假動作 自己投籃 今天手感也是相 所以包加是不是要在修正 包加用什麼方式 在做修正 又是王泰傑 這阿伯打球 重新走位 劉迪 上中 再給一個地板球 布拉被拉出來 漂亮給到林任宏 我們公圓阿伯現在 沒有看到他做 剛剛才看到一次 是不是這個體能 大家球員都打淚了 又是公圓阿伯 高拋進了 進了 被喊出來 裁判第二時間 才享受 打這種空間差 打這種 大板 林任宏漂亮 把自己找出了 利用換手的一個動作 今天打球 還是比較 頭腦還是比較冷靜的 好 給到布拉 唉呦 這個 籃框 不補 對方會進攻 會投進球 最榮優 咦 密球把球給拿下來 第二波的進攻機會 選擇自己出手 4-3 戰術來啟動 馬克斯均 最後利用轉移 找到郭釗南 在籃下放進2分 馬克斯均 出手沒進 雄師今天還沒有開始發揮 現在開始要發揮了 把體力保留到了下半場 馬克斯均 馬克斯均 在上半場的比賽只拿5分 馬克斯均 上半場他打得比較保守 下半場 但今天呂正如 想要做挑籃失敗 這邊胡宥任 要來單打周伯承 看能不能用速度 挑戰高度 沒有問題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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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 趙勢倒球的非常精彩 尾高的話 雙洋將的時候 李教練會越來越不敢用雙洋將 還不如直接單洋將 打得還比較好一點 KING開始打了 不傳球 這個是運氣不錯給胡凱翔 更為自己單打獨鬥 待會很快就看到腦充血的打法了 各位 反倒是台灣 他在法郵縣的附近 他可以找到方式來針對布拉 硬打沒有 這個又把貢王放到鍋子裡 對 不會傳了啦 意外 結果傳了沒進 好不容易 第一節 因為他看到他的隊友 一直在外圍有高命中 所以他會願意傳球 對 沒有問題喔 是第九次的助攻 想要直接high low的搭配 因為布拉被拉 馬克斯克 再來 漂亮的一個打法 一個假動作 但是進攻時間剩下4秒鐘 還沒有辦法找到出手機會 最後停在中距離 對 馬克斯克 還有 在於是 鎂珍如 有點不太協調 61 比58 還是讓台灣銀行取得2分領先 但這個王太傑 真的是太厲害了 王太傑 這個阿伯 他總是可以找到那種時間差距離感 瓦娜呢手也很大 處理不掉 就繼續用 進攻時間剩下三秒鐘 龍兔的出手再進 直接給布拉 硬扛 裁判沒有享受在籃下 再一次的 今天放了五顆魚丸了吧 對超過了超過了 好 wide open 沒進 但是籃板球被米球搶到 怎麼那麼容易就找到空檔啊 頭一次不進 你的頭第二 就像現在的經濟一樣嗎 對 百頁蕭條 好這是GN3 一個簡單的過人 對GN3 急停 所以這樣子 你看正琳就知道了 所以以後交球的時候就很方便了 這一波的進攻 裕龍現在開始 好 若邊 這是同樣一個戰術 王太傑 帶一步的急停跳投 接 王太傑攻也奧北 幫助了台灣 要會接 馬克斯坦的出手沒有 前面快攻的機會 張博勝 這個畫面 提早提早提早 提早太晚都挨打 完了完了 陳又許 陳又許每次都去得太晚 他 害怕還是怎麼樣 總是不積極 就是很浪費的 這種打法太多了 又來得太慢了 對 陳又許不太敢過去 廢工啊 打了很多沒有必要的球 給布拉一個好機會 最後的0點 就只有布拉會 會來處理 球被撥了一下 好 超級大空檔 像海洋大的空檔 林任宏 好 這沒人來幫忙 又是一顆攻完了 先攻 先可以攻 而且落得比較合理的位置 好 這時候沒人來幫忙 又是布拉 讓布拉 兩個拼命跳 不如他站著搶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跳得高 不如長得高 這沒辦法 打籃球 永遠知道這句話 對 相較過去 他現在有提升了 現在兩邊都打得相當亂 還是得靠 Matt Jones 玉龍現在 還是沒有想讓基恩上來 搶分 最後的1分半周 非常關鍵的 非常關鍵的 林任宏 踩在線上的出手 力道大 這個球 20幾秒的時間 搶2分搶3分 直接出手的林一輝 又是他 倒數 追平的比數 而且他進入到加拔狀態 對 給了密球 給Michelle Michelle 她來處理嗎 不會吧 怎麼 直接拔起來了3分 是他嗎 是他 是他 不對 密球 是的 他來處理 他最後一把球打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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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le 而且留給對方的時間總是 0.8秒 非常非常的摳啊 非常的摳門啊 留了最少的時間給對手 這時間打2分沒有用 打3分時間那麼短 回給到林一輝被蓋掉了 所以這樣比賽 最後的出手 林一輝並沒有被吹判犯規 所以 台灣銀行 85比82 拿下最近的二連勝 擊敗了 日龍 納智傑